记者图居民台北报道,国防部今年汉光石兵演习将在6月4日至6月8日登场,在此之前,过去被称为电脑兵推的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,将在4月30日至5月4日进行。 军方表示,此演训目的在于训练指挥参谋等作业,胜败不会在此作为执行成效,另外,今年也将依照我国宇宙遭情势为演训背景。 换句话说,不会再出现过去演训未来式的情形。 国防部座级次长是联战处长叶国辉表示,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,目的在于落实整体防卫构想,提升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成果,因此相关演续胜负成败,不能再次论断,而相关数据可作为未来整军备战,训练的参考,训练与参谋作业都将逐年成熟,这也是汉光演习一再强调的目的。 另值得注意的是,叶国辉表示,今年汉光电脑辅助指挥所的演习想定背景是在今年。 据了解,过去都会假定中国在2020、2025年等未来式攻台,但军方今年盼回归现实状况,如此一来,不会再由我国手搜国造前线投入模拟,以及属于训练舰的中国航舰辽宁号参数被纳入的情形发生。